我们经常看到的古装剧,一般都是汉、秦、唐、明、清这五个朝代居多,特别是清朝剧,这应该是翻拍电视剧最多的朝代了。 看过那么多的历史朝代剧,你是否发现了一个问题? 在这么多的王朝中,有一个朝代基本上没有被翻拍过任何一部电视剧,那就是元朝。 元朝作为我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王朝,居然没有电视剧进行翻拍,将这段历史展现在大众面前,一直是一个空白,也许大家会有一个疑问,你们一定会说,在2004年,曾经有一部电视剧《成吉思汗》,那不就是翻拍的元朝历史吗?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答案,这部电视剧并不是元朝历史,因为成吉思汗并不属于元朝时代,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元朝是怎么建立王朝的,你就明白了,探寻历史中的宝藏,点击订阅纵观史书,众所周知,元朝并不是汉人建立的政权,而是由少数民族蒙古族统一的王朝,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, 元朝由忽必烈于1271年建立,于1368年灭亡,公元1204年,蒙古族领袖铁木真通过战争占领了蒙古高原,公元1206年,铁木真统一了草原上的所有部落,并建立起大蒙古国,被称为成吉思汗元年,成吉思汗就是铁木真,铁木真就是本名,蒙古韩国成立后,不断发动对外战争扩张其疆域, 将与东起朝鲜半岛,西至欧洲波兰,北至俄罗斯西伯利亚,南临波斯湾,当时版图约3000万平方公里,是现代祖国版图的三倍,建立起了横跨亚欧大陆的超级大国, 1227年,成吉思汗去世后,按照成吉思汗的遗嘱,第三个儿子沃阔台继承为可汗,第四个儿子托雷担任监国,后来沃阔台死后,他的儿子继承了汉卫,两年后, 成吉思汗的第四子托雷的长崽蒙哥被选为了可汗,而蒙哥汉之后,就是忽必烈当上可汗,成吉思汗的第四子托雷的第四个儿子, 也就是忽必烈,他当上了可汗,成为了蒙古国的末代可汗,忽必烈于1271年建立了元朝,成为了元朝的开国皇帝, 由此可见,说成吉思汗是元朝的开国始祖,是完全错误的,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大蒙古国,只是元朝的前身,忽必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元朝开国皇帝, 由于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,所以才会让很多人有了误解,而大家所说的这部电视剧, 成吉思汗自然也就不是讲述元朝历史的,所以说至今为止,没有任何一部元朝历史的电视剧, 接下来,我们来说说为什么没有元朝历史的电视剧,我们都知道,做任何事情,都要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,那才是最吸引人的, 翻拍电视剧也是这个道理,清朝的那些历史都快被拍烂了,翻拍已经不再有吸引力了, 既然元朝历史从来没有被搬上电视荧幕,那为何不去翻拍元朝的历史呢? 难道那些大导演不明白这个道理吗?其实并不是这样的,当你了解真相之后, 你会发现并不是那些大导演不愿意翻拍,而是不敢拍,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 不敢拍元朝历史的原因有以下几点,一,血腥暴力, 成吉思汗作为蒙古族的领袖,为了统一蒙古部落, 一直以残暴血腥的风格出名,没有这种征服和杀戮的精神, 相信也不会这么轻易的统一中原地区,这种精神一直在他的后代中传承, 而忽必烈作为成吉思汗的子孙, 当然也继承了这种血腥的做事风格, 所以在建立元朝的时候,他和爷爷成吉思汗的执政策略如出一辙, 一直致力于强化武力,攻打敌方,占领无限大的疆域, 一度把领土直接扩张到了欧洲,成为世界战争史上不灭的神话, 但是这种太过暴力的杀戮行为,确实是极其血腥和残暴的。 在有关历史材料的记载中,有这样一句话, 元朝的部队所到之处,寸草不生,可见当时的场面有多可怕, 只看文字描述当时的杀戮场面,就会引起人的不适, 更别说拍成电视剧了。 我相信,如果用视频真是还原了当时的历史, 也很难出现在电视荧幕上, 如果拍成电视剧, 首先是怕这些杀戮场面对观众造成不好的视觉感受, 引起不好的舆论影响, 翻拍的话会也对这段历史产生不好的影响, 其次,对于电视剧的投资者来说, 拍摄元朝的历史, 确实是一件很大风险的事, 如果按照真实历史拍摄, 稍有不慎就可能触碰到雷区, 万一达不到电视台的播放标准, 有可能拍摄电视剧的投资就功亏一篑了, 所以说, 不管是从观众角度, 还是投资者角度来看, 不敢拍元朝历史剧, 这是首要的原因。 二,元朝存在种族启示, 打压老百姓, 在元朝刚刚建立的时候, 忽必烈认为江山还不稳固, 为了防止其他种族的造反抵抗, 引起死灰复燃, 所以建立了很多的制度, 来维护蒙古族的贵族特权, 以此来打压其他的族群。 最受争议的就是设立了种族等级制度, 把全国人民分成了四等人, 一等人就是蒙古族, 作为元朝当时的国族, 在当时被视为人上人的贵族, 二等人是色穆人, 指西北地区各族及中亚, 东欧来中原的人, 三等人是汉人, 也就是原来金统治下的汉族和女真, 契丹, 伯海, 高丽等族即叫早被蒙古征服的四川, 云南两省的人。 四等人是男人, 也就是原南宋统治下的汉族和其他民族, 这四等人在地位身份待遇上, 都有种种不平等的规定, 蒙古人, 色穆人算是社会高层的, 汉人, 男人就算是最底层的人, 由于在当时, 汉人是人数最多的种族, 蒙古族人比较少, 人数少的蒙古族来统一管理全国, 最怕的就是汉人, 所以在忽必烈的眼中, 汉人就被视为最具威胁的种族, 为了防止汉人有造反的机会, 所有不断地打压汉人, 从而提高蒙古族的地位, 使汉人永远处于社会低层, 无法翻身。 在经济上, 蒙古贵族无需劳动, 就可以享有汉人和男人的所有财产, 要知道古代一个王朝想要长治久安, 肯定要让百姓封一族使, 这是最基本的常识, 可是元朝却让色穆人主持国家财政, 这些人只知道掠夺百姓的财富, 导致民间怨声载道, 如果老百姓不给, 就会受到暴力责罚, 在生活上, 汉人和男人的家中不得有任何的武器, 一旦被发现, 全家都要遭罪, 元朝就是这样时刻提防着汉人, 不准汉人有翻身的机会, 在种族矛盾上, 元朝竟然颁布了令人发指的规定, 挨打不敢还手, 杀人不用偿命, 如果一个汉人被蒙古人给殴打, 就算告到衙门, 也没有人为他做主, 就算是出了人命, 也只需要赔偿一头牛就可以了, 但是如果汉人欺负了蒙古人, 那可就惨了, 不仅要立刻被处死, 而且要把所有的一切家产都赔给对方, 除了这些, 还有很多其他等级制度, 这样的制度一直贯穿于整个元朝, 在今天看来,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, 各个民族之间就是人人平等的, 所以, 元朝的这种历史是绝对不可能出现在电视剧中的, 三, 纸醉金迷的后宫, 也许有人会说, 很多清朝的宫廷剧就是讲述后宫纷争的事情, 既然元朝的朝廷之事不能拍成电视剧, 难道元朝后宫的事情也不能拍成电视剧吗? 确实不能, 因为比起其他朝代, 元朝的后宫真的是太乱了, 随着时间的推移, 元朝帝王看着自己的江山越来越稳固, 没有了忧患意识, 觉得完全可以去享受自己努力的成果了, 不仅仅是帝王, 包括很多的皇室子孙, 每天都只知道玩乐与贪色, 每天沉浸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, 当时元朝开始大肆的选妃, 而且有个规定, 皇宫选妃的时候, 天下的女人一律不准婚嫁, 也不得藏匿, 否则就是犯罪, 就是因为这个规定, 后宫的美女一下子激增到近一万人左右, 就算天子一天临性一人, 这么多女子等到老死也轮不到自己, 而且在后宫之中, 也出现了贪腐和攀比的心态。 由于前面讲到的等级制度, 皇室贵族积累的大量的财富, 都是靠压榨百姓的一分一毫而得来的, 于是他们开始纵情享受, 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, 为维持这种奢靡腐化的生活, 必然加紧聚连百姓钱财, 因此贪污奈会, 百姓更加受苦, 正是因为帝王和皇室贵族, 每天沉迷于金钱和美色之间, 在后宫之中还出现了十六天魔的传说, 为了与天魔巫女享乐, 元朝帝王特意让人在宫中秘密挖掘了地道, 每天选不同的十六名武女, 就有皇室贵族在密道里过着寻欢作乐的日子, 由此可见, 即使是后宫杂乱的清朝, 也只是为了职位晋升勾心斗角而已, 但是在元朝, 整个后宫却是这种纸醉金迷, 贪腐荒淫的状况, 这样的后宫生活怎么可能拍成电视剧, 相对于清宫剧的凡圣, 元朝的后宫注定不能出现在人们的面前, 四, 历史记录太少了, 从忽必烈建立元朝开始, 到元朝覆灭, 仅仅过了九十多年的时间, 相比起其他朝代, 这算是时间很短的朝代了, 纵观历史, 朝代时间越久, 发生的故事也越多, 越值得后代讨论, 而仅仅持续九十多年的元朝, 让后人议论和探讨的话题性确实太少了, 其次, 由于元朝是注重武力发展, 淡化文化发展, 所以也根本不注重历史的传承, 因此留下来的历史记录寥寥无几, 有些事情根本没有办法考证, 甚至对帝王的陵墓都没有进行记载, 想成吉思汗的目的到底在哪里, 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, 所以元朝太多的事情没有文字记录, 这让元朝的历史研究起来, 就非常的困难, 元朝实在是一个没什么存在感的朝代, 并不是说元朝没有什么好研究的, 而是元朝留下来的历史资料真的太少了, 后人都不能真实详细的了解, 还怎么能去拍元朝历史剧, 综合以上四点原因, 如果按照元朝的真实历史拍摄, 很多的元朝历史, 肯定是不能出现在画面中的, 就算是拍完了, 也许也达不到电视台的播放标准, 如果对元朝历史进行美化, 那拍出的电视剧, 也相当于胡编乱造了, 不尊重历史拍摄出来的作品, 更会惹人非议, 而且很容易误导现在的年轻人, 所以, 之所以没有元朝的历史剧, 不是因为没人拍, 而是不敢拍而已, 而是不敢拍而已。